欢迎收听《卢岳刚著》 赵紫阳传 一位失败改革家的一生 中卷 第三部 赵主岳 动荡不安 1964-1975 第十章 乱象 第二节 不能动武 尽管如此 主持广东日常工作的赵 依然抓住农业六十条草案的贯彻 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纠左措施 有历史学者评价说 赵紫阳应付危机的能力 在1961年初始牛刀令人刮目相看 请看 挽回颓势 其落落大者有以下几端 人民公社体制下放 缩小公社规模 以生产大队 驻英维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迅速恢复自留地 鼓励社员在零星的荒地开垦 谁种归谁 开放农流市场 在完成国家争购任务以后 甚至连粮食也可以少量上市 原来公社集中了耕牛 农具 零星果树下放 原来集中到万头猪场的猪 退回本人饲养 取消供给制 工资制 恢复平工计分 实行三包一奖 推行按建计筹 按产计筹 清理算账 退赔 制止共产风 取消口粮不到户的做法 口粮归户 提高口粮标准 每人每月不少于15公斤原粮 比原来提高5公斤 凡有水肿病人的设队 都设立治疗站 有专门的医疗人员 专门的供应 每人每天0.5公斤米 三浅油等集中治疗 解散食堂 恢复各户 开火吃饭 恢复和扩大冬种 增加春收粮食产量 废除少种高产多收 恢复和扩大水稻和杂粮的种植面积 调整和减轻农民的粮食负担 下调粮食争购任务 实行一定三年不变 制度方面则不予余力地 推行承包责任制 文革期间造反派查抄省委档案 省委内部人揭发 流露出了大量的 照关于包产盗组 包产盗户的反动言论 作为打倒赵紫阳这个广东 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 当权派的铁证 略引如下 至于联系产量的超产奖励责任制 据四个县的反应 实行的初步效果是好的 对于巩固集体促进生产 发挥社员的主动性和提高农户的品质 起到很好的作用 可能是改变经营管理的一种好形式 责任制不是包产盗户 包产盗户的意思是 包产量成本公数 基本上自己劳动 没有劳动统一调配 1962年9月29日 赵紫阳在广东省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你们不要怕大胆搞 有问题省委负责 你们回去以后 召开全县生产队长大会 把责任制情况向大家讲清楚 全面干 一宣布即全面干 1962年6、7月间 赵紫阳与紫金县委第一书记某某某的谈话 联系产量责任制 要搞就不是一个大队 至少每个县搞一个公社 每专区搞一个县 全省试验 越是集体经济不巩固的地区 更应该积极推行 与其让它单干 就是滑到包产到户也要好些 1962年 赵紫阳在一次广东省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你们的生产责任制 要坚持试验下去 不要随便搞掉 1964年春 赵紫阳对新会县委书记某某某 副书记某某某的谈话 反满产发现粮食危机 广思意见 风起体制一路走来 到周新经验被废掉 重提阶级斗争 赵借毛短暂的反左纠偏 扩展农民生存空间的路走到头了 赵四年多的努力 提供了多个历史的认识角度 一个是政治伦理的角度 即犯错知错认错改错 一个是方法的角度 即在集体所有制的约束下 从最主要的错误共产风入手 保护产权 在最小的集体单元 生产小组进行产权确权 进而实行包产盗户 包产盗组 三包一讲四固定 用生产责任制 田间管理盗户 包装包产盗户 容忍各种形式的责任制 然后归零 毛不想兜圈子了 毛似乎有更大的布局 毛在1962年北戴河会议翻开了底牌 使用了最极端的语言 在和平时期 中国高层政治斗争中 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中 注入了阶级斗争 极端恐怖 仇恨 暴虐猪成分 想过日子 拯救生民与水火 如赵等 杀狱而归 省委农村工作部的部长 李子元问杨硬斌 北戴河会议的情况 杨据事相告 李子元听后 很激动地说 怎么搞的 肚子里有晚饭吃 又要搞阶级斗争了 外部局势紧张 是内部用极端办法 进行政治动员的条件 理由和大好时机 1962年北戴河会议 和八届时中全会变局 大的背景有三个 一是中苏关系持续恶化 二是台海局势持续紧张 三是从6月份开始 持续到了11月的中印战争 几乎与此同时 发生了冷战以来最危险的事件 古巴导弹危机 小的背景是 中国从南到北 辽宁 吉林 新疆 广东 内蒙边境地区 发生了大规模的 向邻近国家和地区 朝鲜 苏联 蒙古 香港的逃亡潮 其中最让社会主义中国 丢脸的事件是 吉林 辽宁的陶潮事件 新疆伊犁塔城事件 广东 陶港事件 陶潮事件根据最新的研究 从1961年1月 至1962年3月 通过辽宁吉林边境地区的 非法越境者 达到38,590人 被劝回的是9,205人 偷渡时在戒河淹死252人 其余29,133人 越境成功 到5月份 非法越境者 猛增到7万1千人 其中成功到达朝鲜的 5万5千多人 实际上 未发现的还大有人在 伊犁事件发生于1962年4月22日 至5月31日 有记载说 截止5月底 逃往苏联的中国公民 累计达6万余人 他们带走大小牲畜 23万头 大车1500多辆 造成耕地荒芜 60万亩 加上被捣毁的政府机关 企业和被抢劫的 粮食物资等 造成的损失 累计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 如果说这次以俄罗斯族 哈萨克族 科尔克兹族等民族逃亡苏联 吉林 辽宁 朝鲜族为主 逃亡朝鲜 蒙古族 逃亡蒙古 是向社会主义国家的逃亡 消息被双方最大程度的封锁 逃亡资讯至2017年 比如逃朝事件 才被外界所知 那么逃港事件 则是中国内地 至少有12个省 广东60多个县的汉族人 写就的震惊世界的逃亡史诗 逃港事件 由广义和侠义两说 广义的逃港 从土改就开始了 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期 30多年的时间 没有中断过 几次大的逃港记录 既有中共建政初期 1957年 1962年 1972年 1979年 诱因四大类 政治运动 社会危机 地缘政治策略调整 社会制度变迁 变革 分别对应的是 土改运动 正反运动 合作化运动 反右运动 反地方主义运动 三面红旗 大饥荒 中美 中英关系调整和改善 改革开放 据权威统计 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 保守估计 移民到香港的总数 约111万人 这肯定是一项 过低的估计 因为近30年来 人口增长数目 实际上已经包括了 移民本身的人口自然增长 只不过有关数字 难以独立计算而已 这中间又以来自广东省的偷渡者 居相当的比重 综合各方面资料 比者估算 实际偷渡到香港的约有60万人 其中保安县 深圳市保安县约11万人 侠义逃港潮 指的是1962年4月至7月 轰动国际社会的逃港事件 十数万的积民涌进了深圳 逃往香港 或者在香港谋生 或者通过香港到台湾 到世界各地 1962年持续了7个月的 逃港潮的起因诡异 至今没有权威解释 深圳边防三个团的兵力 一个边防团 也占军第42军两个团 但是与全国所有边疆地区 不同的地方是 边防一直很松 有历史原因 有现实原因 当时香港300多万人口 三分之二是广东人 香港是广东的资本主义版 广东是香港的社会主义版 同时广东人却一水之隔 阴阳两界 一边灯火辉煌 一边饿嫖遍野 香港与深圳保安的关系 陶铸在1961年6月 有一个很超前的说法 香港和保安是城乡关系 香港是保安的城市 保安是香港的郊区 在深圳要建立游览区 让香港人到深圳游览 这个说法是中共关于 大陆与香港经济一体化的最早表述 给未来中国的改革开放 打下了一个蝎子 1949年中共大军南下 到了深圳河就止步了 中共给自己留了一个通向西方的小道门 似乎也向西方说明两条 一是他们会恪守中英南京条约的百年租约 二是对二战抗战同盟国的尊重 因为香港是孤岛 饮用水 生鲜 农副产品 皆来自大陆 大陆朝鲜战争以来的 转口贸易大都通过香港 大饥荒期间 广东省为了借助香港缓和粮食和社会危机 稳定边民 给边民和广东人一条生路 允许保安线在边境地区 罗湖 文锦渡 大产 鲨鱼涌 鲨头角 鲨头 蛇口 七个出口实行小额贸易 社员每月来往不得超过五次 每人每次带出的农夫产品不超过五元 带入的物品重量不得超过五世纪 或者价值不得超过五元 进口的物品以自用家用为限 而这之前所有这一切都是禁止的 这就是著名的三个五政策 陶岗潮最高潮的决策过程蹊跷 1962年5月初的一天 陶来到沙头角 名义上是处理沙头角中英双方的摩擦 然而保安县委书记回忆说 没说一会儿话 陶突然命令把三个边防团的团长 政委都叫来开会 人到齐以后 陶下令把边境的岗哨都撤了 第二天 边防部队执行了命令 撤下了深圳各耕作点的港哨 事前没有任何预兆 大陆边防线顿时动开 让十数万的大陆机民涌进了香港 从当事人回忆来看 陶的决策过程充满了随机性 戏剧性 像是陶在沙头角现场一时冲动做出的 实在 陶在广东任上曾经六下保安 唯有这次边境开口子之行 付诸却如 查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邓小平年谱 多有伊塔事件 以及那一段中苏关系吃紧的记载 关于逃港事件 却无只言片语 有分析认为 大体上是新疆事件是前苏联策动的结果不可控 而深港边境事件主动权在广东省委可控 这个分析是很勉强的 新疆问题复杂一点 一是因为苏联强势 二是因为中苏党纪和国家关系很长时间 是父子党 共产党联盟关系 中国对苏 朝 蒙 边防从来松懈 但是中英关系 主导权虽在中方 香港问题的复杂性不亚于中苏关系 涉及到了台湾和其他西方国家 丑闻在香港散布的更广更远 影响更坏 中南王陶柱可以决定保安异余的三个五小额贸易 不太可能获得全面开放对港边境的独裁权 而在此之前 时任公安部长的谢福智在广东 港澳交界处视察时已经提出了边境不要管得太死的意见 赴港门槛一再降低 1961年7月20日 省公安厅在陆丰召开沿海各县公安局长会议 放宽出港条件 在辟邻港澳的惠阳 东莞 保安等六个县市 允许一些人从固定的几个有武装的 非正式开放的口岸出港 1962年3月 广东省边防工作会议上决定 把来往港审批权由县公安局下放到公社大队 全面开放对港边境 还有一定程度的放开对朝对苏边境的决定权 通常情况下 只有毛一个人有 诸多迹象看 开放香港边界是一个既定的国策 逃失执行者罢了 更多的决策细节还要等大陆档案的进一步开放 先看现象 事实 香港方面认为 中共此举的动机是转嫁危机 外电报道 共产党放纵难民逃港 在香港引起一片抱怨之声 一些右翼人士在各种场合大骂共产党缺德 嫁祸水于香港 与北京的交涉毫无进展 于是采取补送行动 源源不断 补不胜补 港英政府与北京交涉 相信从4月27日的逃港潮起就开始了 交涉不仅没有效果 反而愈演愈烈 乃至一个星期后 陶亲自来到了边境 开闸泄洪 鸡民就像洪水一般涌进了香港 照带着省公安厅领导人 保安县委书记等 来到了深圳边境 他在望远镜中看见 深圳的联堂 罗芳村一带 大概集中了两三千外逃的群众 当他们冲过边防线 冲到边境线的时候 铁丝网拦住了他们 有人喊 倒掉他 于是几十米长的一段铁丝网轰然倒地 滚滚的人流涌出了边界 照惊叹 简直就是淮海战役了 放任大陆机民永无香港 时间长达半个多月 边境线敞开了多长时间 比较一致的说法是截止于5月22日 这一天 广东境内动员了上万军人 开赴保安边境和赴深圳铁路公路沿线 堵截遣送逃港人员 根据现有的文献看 采取大规模拦阻行动应该更早 至少不迟于5月17日 这天晚上 赵紫阳召集全省电话会议 专门布置堵截逃港潮问题 赵说 自4月27日起 特别是5月9日以后 边境地区群众外流有扩大知识 情况相当严重 每天冲出去约三四千人 最高达六千人 从广州 惠州公路络绎不绝 香港是去衣抓衣 每天送回也是三四千人 情况非常混乱 但现在为止 香港态度还比较温和 当然还会发展 目前几千人向香港跑 影响很大 国际上议论纷纷 没讲也想积极插手 如果不在短时间内扭转过来 港方的态度可能会转变 美奖给港以压力 而且在国际上制造舆论 而提醒联合国解决 中央总理很重视 如这个问题让美奖利用 将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总理指示 要将此作为第一项工作 抓一下 同时对生产有很大影响 人心惶惶 同时根据现在的情况 根本跑不了 这样将会是很多人破产 有的还要被打 因此必须较迅速的 将这个严重情况扭转过来 否则在政治上 生产上的损失严重 要作为大事情 认真抓住 赵的讲话提供了 几个方面的信息 一 淘开口子的时间 应该是5月8日或9日 收口的时间 应该是赵这次全省电话会议 二 大陆开闸泄洪香港 似乎考虑到了港英 当局采取极端的手段 出现最坏的局面 比如调集大量的军队 设立防线 强行堵截 捆绑 射杀 都没有发生 三 港英当局处理 逃港居民事件的态度 跟和 人道 即没有采取极端的手段 出现最坏的局面 去一抓一 只是押送回大陆而已 不排除逃港居民压力过大 事态恶化 要见好就收 四 逃港事件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联合国可能干预 五 周恩来下了收口命令 据记载 逃在湖南开会 电话授权 赵收口子 赵说 总理要我管管逃港潮 说明周恩来也亲自给赵下了收口子的指示 有收口令 观察 定有开口令 泄洪 决策层级 以及程序 当可推之 赵的调子温和 务实 照分析 逃港潮的原因 认为第一 主要还是生活问题 当然也不完全是生活问题 有些是看不到前途 各地要算算账 轻轻舱 不够的上报省力解决 总之要采取最迅速的办法 把救济粮食搞下去 是最主要的 最根本的 第二 是与我们放松有关 放松主要是对群众 不要动武 要说服 实在要去的 就让他去 逃港 有方人不管 才会有浩浩荡荡 络绎不绝的现象 赵提出的控制措施和原则 有这么几条 一是就地管 机民所在的生产队 大队 公社 区管 二是控制交通 劝阻 三是沿途 设接待站 接待站 接送 送回去的人 而且要沿途劝阻 四是边防警卫部队 对不那么集中的逃亡区域 也要积极进行工作 管得要严一些 想办法 但不能走 一定要走的 也不要动武 作为人民内部矛盾 五是港英当局 不愿意美插手 逃港难民事务 对我有利 因此对他们要客气一些 不要苛求 不要过于刺激香港 六是车辆 救济粮 救济款 时报时销 最核心的内容 第一是定性 逃港机民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劝阻逃港机民 不得使用暴力 第二是开仓放粮 一赌一输 广东省对付三面红旗 大饥荒的办法 几年下来是屡败屡战 逃兆 对此有共识 就是不管怎样 要想方设法给农民 提供一条生路 最大限度地缓解广东粮食危机 香港是逃生道路之一 这是其他省 所不具备的条件 中共建政以后 对港的边境管理不算严格 盖一有大陆对香港的淡水和农副产品的供给 港生两地频繁亲戚来往 边防地区农地耕种 以及从未间断过的走私和边境合法于走私的小额贸易 互相牵制依赖 是港英当局态度温和低调 拒绝美国等大陆中国的敌对国家过多介入的原因 六十年代初期 伴随着逃港潮的是走私潮 当时在深圳九龙海关 办了一个很著名的反走私陈列市 吸引了许多中央外省党政军大员 源源不断的参观 如国家副主席朱德元帅 全国复联副主席康克清夫妇 叶剑英元帅 庄稼兵司令员许光远大将 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 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等 他们是来看广东省的反走私成果吗 起码不完全是 在大饥荒 扼遍野的背景下 香港西洋井资本主义的富裕和生活方式 对谁都有吸引力 这些中央和地方的大员 汇留于逃港潮中 看眼花缭乱的走私物品 隔阂 眺望香港的灯火辉煌 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一次眼睛的逃港 眺望香港 后来成为中共执政者的一个固定节目 香港作为一个事实的存在 很难漠视和回避 把香港作为一个繁荣富强的榜样 成为后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动因之意 广东人对资本主义的香港 有着直观的感受 信息畅通 很难实行愚民政策 人们相信眼睛 不相信耳朵 虽然文革前后 逃港定性已经发生了变化 变成了敌我矛盾的叛逃者 逃港的人改了名称 叫做逃港分子 跟地主 富农 反革命 坏分子 右派分子 五类分子 阶级敌人同类 依然无损于香港的巨大诱惑 和前仆后继逃港的决心 而且光天化日之下 毫不隐晦 绝无畏惧 白云山水库和珠江 每天成百上千的炼勇者 路人皆知 其中绝大多数是即将的偷渡者 逃港分子就是民政 逃港 偷渡与包产盗户类似 形成20年后对外开放 对内搞活 改革开放政策的两支轮子 理解起来很简单 求生欲望使然 时任广东省委政法委员会主任的 寇静言说得更直截了当 为什么人民要偷渡 两个原因 一个是香港 英国当局限制进口 这是根本的 另一个是香港300多万人口 其中200万左右是广东人 那里面很多是一家人 一半在大陆 一半在香港 叫人的长期不见面 在世界上都没有这个道理 有的富人走到派出所发脾气 你不批 只好自己批 只好偷渡 中国有一句老话 兔子急了也咬人 叫做逼上梁山 人民偷渡是逼出来的 首先是帝国主义逼的 再就是我们逼的 帝国主义逼的谈不上 我们逼的才是要找的原因 有学者根据台湾 救济逃港难民的有关资料 做了一个梳理 这些资料涉及了56名 广东 福建两省 19个县市 大陆逃港人士 结论不出所料 56人中男47人 女9人 年龄最大的61岁 未成年7人 年龄分别为4岁 5岁 6岁 7岁 9岁 13岁 17岁 平均约24岁 显然青壮年居多 从文化程度来看 大专三人 高中毕业 或者再读者9人 其余44人都在初中程度以下 至于职业则包括在校学生 瓷器工人 手工业工人 医护人员 小商人 纺织工人 家庭妇女 无业人员 建筑工人 机械工人 教师 以及代课教师 比例最大的是农民 共9人 政治面貌 以地富反外诱的黑五类居多 6人曾经被劳改或劳教 3人因偷渡 1人因偷渡 兼为保长身份 1人因家庭历史牵连 1人因民国时期 就读中央警校 被判历史反革命 获刑5年 还有1人被处10余年的管制 因其民国时期 就读广州警校 出身地主赋农家庭 被清算者最多 共10人 家人死于狱中 或者自杀者 也不乏其人 至于宗教背景 佛教最多 有5人 基督教 2人 道教 1人 还有2人 自称信仰 孔教 有宗教背景者 共10人 约占总数的18% 56名逃港人士 47份资料 是学者的随机发现 整理研究 却很能说明问题 中共新政权的错 显然不仅仅是 三面红旗和大饥荒 逃兆改错的决心 解决危机的务实态度 香港这条生路 当然要利用 关于偷渡 陶柱在公开的说法是 我们广东减少几十万人口 没什么了不起 这样做 既能解决我们的困难 等我们的经济情况好转了 可以再回来吗 这样不叫偷渡 5月22日 反逃港电话会议三天后 由赵率领 广东省委成立了 省 地 县 三级组成的领导小组 赶赴保安现场 寇庆言回忆说 陶柱当时在长沙考察 打电话给赵紫阳 当时是省委书记 赵召集了民政厅 公安厅 政法委 军区司令 坐火车到深圳 看见沿途 成群结队的人 往香港走 赵紫阳一路走 一路说 哎呀 络绎不绝 络绎不绝 到深圳以后 围墙 铁丝网 外面都扒满了人 从铁丝网下边钻 晚上香港那边 会打一个照明弹 跟打仗似的 这边的人群就喊冲啊 后来这边调了 一个多营的兵力 把住了几个路口 又派当地老百姓 给人们送饭 送水 劝他们回来 调了几百辆汽车 往回送 赵在多个场合 说过逃港的人们 络绎不绝 用的是中性描述 文革期间 有知情者揭发说 省委还成立了 接待委员会 国际旅行社 广东分社 参加了逃港潮的 运送工作 省委交际处 小车队都参与了 逃港潮 广东到深圳 拱北的运输 每天出车 二十多辆 运送一百多人 每人票价 一百多元 干了一个多月 估计 共运出了 六七千人出境 也就是说 官方参与了 逃港潮的 实际组织 运送工作 目前尚没有 更多的证据 此说被考 间接证据 是陶柱的话 以及广州市市长 曾生的话 曾生1962年初 在市委讨论 压缩城市人口问题时 曾经说 到香港去吧 放几万人出去 怕什么呢 现在那么多人失业 口气跟桃差不多 收口时间 5月22日至7月8日 保安一个半月的 返逃港工作 效果如下 经过堵截 共遣送 51395名外流人员回乡 其中香港押戒回来的 15523人 收容35872人 6月24日至27日 保安县第一批 镇压反革命 开始行动 以公设为单位 召开群众大会 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 全县参加斗争大会的 有97622人 占成年人的70%左右 是土改后最大规模的一次 群众性镇压反革命行动 全县共打击了敌人 513人 其中逮捕82名 管制9名 斗争442名 一手转一手硬 逃港要堵住 边民要安抚 8月13日 保安县提出了 关于适当放宽边境管理政策 切实解决边防地区 人民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 必须解决的问题的报告 摁住了葫芦 起了瓢 边境堵截遣送 内地依然人流 源源不断地涌来 省委按照周恩来的命令 统一部署堵截逃港期间 谣传英国女王生日 大赦边境三日 没有通行证 也可进入香港 广州火车站最多时聚集了上万人 发生了大骚乱 即世人震惊的东站事件 广东逃港潮像瘟疫般蔓延全国 12个省36个县的人涌向了广东 广东逃港潮已经演变成了中国逃港潮 火车车站发生了烧警车 抓民警的骚乱 6月5日 广东省省长中南局第三书记陈玉 在家召集了紧急会议 赵副省长林李明 广州市长增生 广州市委代理第一书记 赵武成等出席了会议 关于事件的性质和应采取的措施 会议出现了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以陈玉 林李明为代表 认为事件是有人策划 是一起有组织有策划的行动 由港台情报组织来插手 赵不同意这个看法 赵坚持了5月17日晚 全省电话会议的定性和处置意见 赵说 是不是要分清一下是什么矛盾 港台特务插手 毕竟还不是矛盾的根本 矛盾的根本 还是老百姓没饭吃 要跑香港 还是要以劝说为主吧 免得事情扩大 陶赶回了广州 听完情况汇报以后 说 现在还什么内部矛盾 一般理解是敌我矛盾了 车都烧了 还人民内部 决定立即调动部队 实行戒严 6月6日 解放军开进了广州市 包围了火车站 清场驱散群众 照反对把机民当作敌人看 反对有组织 有策划的阴谋论 反对戒严 镇压 主张以疏导为主 平息事态 这个意见被逃否决 这个情景 颇刺1989年5月17日下午 邓小平在家讨论 六四学潮处理的提前版 缩小版 东战事件 共逮捕16人 送劳动教养22人 行政拘留34人 与保安模式相同 东战事件平息后 广州实行了大规模的镇反 以弹压威慑群众 镇压毫无意义 民间逃港深入骨髓 以致有持续到了70年代的逃港暗语流行 香港叫K城 广州叫大圈 逃亡叫叫脚 偷渡叫都族 欢迎继继续收听第三节制造老师